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要延續著我們前面教過這個 根號的標準化 那來看一下這個特殊的 比較複雜的標準化 其實呢 因為像這種就是有一點點難度的題目 學校的老師都一定會考 一定會教 然後學生一定會練習到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學生反而學的還不錯 所以這個國中的課程有點奇妙 就是說並不是難的 學生就一定學得不好 那反而是不好理解的 繁複的 不好想的 有的時候是簡單的觀念 但容易被忽略掉 來看一下這個 要計算這個根號2加根號三分之一 那要怎麼算呢 我們前面有提到所謂標準化 就是我不能夠在分母裡面有根號 所以我要把分母裡面的根號去掉 那我們利用的是成法公式這個 A加B乘A-B會變成 A平方-B平方 這條公式 我們把根號3加根號2分之一 上下同層 它是根號2加根號3 不過加法前後沒有差 這個根號2加根號3分之一 把它上下同層 層的話記得要打掛號 如果寫在一個分母裡面的話 上下同層這個根號2-根號3 上面就是根號2-根號3 可以嗎 這樣子 那乘完之後呢 下面這個 A加B乘A-B是A平方-B平方 根號2的平方是2 3的平方是3 上面是根號2-根號3 所以是2-3是-1 所以是負的根號2-根號3 所以是根號3-根號2 好 到這裡就是我說學生多練習的話 他們其實很容易就會知道要這樣做 好 那 這個在這裡要補充幾件事情 反而是這個容易被忽略的 但是因為是小問題 所以忽略也沒什麼關係 首先呢 就是這邊我們寫根號2加根號3 這裡算根號2-根號3 我可不可以乘根號3-根號2呢 答案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相加顛倒沒有關係 所以你看我如果在這邊乘的是根號3-根號2的話 我上面也是乘根號3-根號2 那我看到的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把根號2加根號3看成是 根號3加根號2 因為他們是一樣的啊 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同乘的其實如果是 根號3-根號2呢 那我上面就是也是一樣要乘根號3-根號2 所以結果是 這裡就是3-2-根號3-根號2 你就會發現他剩下根號3-根號2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發現一個好處啦 就是沒有這個符號 那為什麼我會提到這件事情呢 因為很多學生包括老師啦 就是都還是會保留著用正數來計算的這種計算路徑 所以說根號3-根號2-根號2-根號3-根號2加根號3 那根號2的平方-根號3的平方是2-3多少 有的時候不小心呢 學生就會寫乘1 因為他就是習慣用3-2 那他就忘了把符號補回去 那透過這樣子的練習 我們就知道說如果你真的要習慣去抓整數的話 你就要用大的-小的 那你要用根號3-根號2 在這一題就沒有差喔 可是如果我的題目本身就是-的 如果我的題目像下面這一題 我本身就是用-的在分模 那不好意思你就沒有得換了 好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我們剛剛說我們使用乘法公式A加B乘A-B是A-B-B來求解 那為什麼我們用這一條呢 就是通常這個我講到學生他看過老師做幾遍嘛 然後我說這個題目我們練習幾次的話就會 可是學生會記得好像跟某個乘法公式有關喔 那為什麼不是把它平方的呢 其實這個老師自己帶學生平方一次嘛對不對 有的時候呢 你放給學生自己困擾 但是學生又不認 沒有 不能說不認真啦 就是他們又不會真的去把他的困擾想到底 那於是他就一直學著那個困擾 就學的不夠好 那不如老師自己把這件事情破解掉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用根號2加根號3 分之1 如果我今天是把它平方的會怎麼樣 當然我不能無緣無故平方啦 那平方的在開根號就跟沒有做一樣 所以這個 所以我如果是上下同成根號2加根號3呢 那是不是下面就會變成是根號2加根號3的平方 OK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它的分母會變成 2平方加根號2平方加根號3平方 所以是2加3加2ab 加上2乘以根號2乘根號3是根號6 那你會發現 不行 我怎麼樣 分母還是有根號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個題目我們不使用a加b平方 或者不是用a-b平方 因為你算完之後那個a平方加b平方 然後還有一個加2ab或-2ab 會使得你仍然有根號在分母 那我們標準化的核心就是不要有根號在分母 所以我們選的是a加b乘a-b 這樣子a也平方了b也平方了 於是我們就可以逃離這個根號的魔障 那所以帶著學生做這一點呢 就可以讓他們了解到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使用的是a加b乘a-b 那他在學習上面就掃困頓了一個點 來看下面這一題 這一題 根號3-根號5 上面是這個根號5加根號3 那 所以呢一樣上下同層 根號3-根號5乘根號3加根號5 那上面是根號5加根號3乘根號3加根號5 根號5加根號3和根號3加根號5是同一個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根號5加根號3的平方 所以他上面會是這個 加根號3的平方 下面會是這個3-5 所以3-5的話是-2 那是負的 這個 3加 兩個根號 根號3加根號5的平方 這個多練習就會習慣就是 a平方加b平方加2ab嘛 那所以是這個5加3加2根號15 所以是8加2根號15 所以是-8-2根號15 這是這一題 那麼 經過前面這兩題的示範 也許你們就會發現說 我如果就是想說 我想要趕快解決負號的問題 那我上面寫的是根號5加根號3 我這邊可不可以就乘根號5加根號3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倒過來減 那我剛才有說到就是說 如果他分母放的是加的 你可以倒過來加 所以你上下同乘哪一怎麼減 你是用這個2-3的還是用3-2的就沒有差 都可以 因為你只要上下乘同一個就好 可是他現在分母本身是減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自己把它倒過來 那沒有辦法倒過來的情況下 就算你乘的 就算你這邊你寫的是根號5加根號3 如果我今天我寫的是這樣子喔 我們直接寫分母的部分就好了 根號3-根號5 如果我讓他去乘根號5加根號3 會怎麼樣呢 以我們剛才的知識我們可以了解到 根號5加根號3是可以倒過來的 所以他可以視為是根號5 根號3-根號5乘根號3加根號5 所以是根號3的平方-根號5的平方 是3-5是-2 又或者我們可以說這個根號3-根號5 它是-的根號5-根號3 還記不記得 A-B就是-的B-A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乘這個 那是不是會得到是由根號5平方-根號3平方 也就是5-3 但是是負的 所以也是一樣是-2 又或者不死心的話 我們再展開一次 你可能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算你這邊寫的是5加3的 根號5加根號3 我一樣到時候出來的時候是這個-這個 你看我們把它真的展開來一次 你就會發現它是根號3乘根號5-15 根號3乘根號3 這兩個是沒有變號的 所以它到時候是正的 加3-5-15 所以你看你留下來的是3-5 所以說 就算你乘的時候上下同乘的寫的是根號5加根號3 到時候出來的還是要是用3個來-5的 就是這句話 A平方跟B平方到底誰是-誰的 這個必須由A-B來這邊來判斷才會正確 你如果因為 我比如說我寫這個2-3乘上3加2 那最後到底是3平方-2平方還是2平方-3平方呢 答案也是2平方-3平方 這個-1乘5-5 是4-9是-5 由這個減的這邊來判斷 不是由加的這邊來判斷 這點是要在這裡提醒一下 來看這一題 9-5分之8-5 那根據前面的算法 來 9-5乘上下同乘這個9加根號5 所以下面會變成 之後呢有熊老師解這個標準化 就不一定每次都會寫這個 好 那在這裡要示範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前面已經是整數了 那請不要誤以為它出來就是還是9 因為這個9呢它是要平方的 所以它會變成9平方-5 81-5 所以它的底下其實是76 那上面呢 8-5乘以9是72-5 8-5乘以5 5-5乘5就是5 所以它出來就是8-5-4-10 好像有4可以圓喔 所以是19 然後 18-5加20 通常標準化就是希望寫成最簡 那這樣就可以了 好 也可以把它拆成兩個 就是19分之 19分之18-5 和19分之20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現在的公民課呢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會介紹比如說社會運動 然後 多元文化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增加了一些有關經濟 社會經濟活動的課程 所以在這一集呢 我們閒聊的內容 來聊一下這個掏空 我們常常在新聞裡面會看到 掏空這個詞 那什麼叫做掏空呢 比如說今天有熊老師開了一家店 這個 我決定 賣尤加利 然後我請了我們的熊老師 來跟大家賣尤加利 來這個當店長 來賣尤加利給客人 那這是十分不明智的舉動 請 請衛熊當店長賣尤加利 於是這個熊老師在固店 然後固店無聊的時候 就沒事就拿一兩片來吃吃吃 拿一兩片來吃吃吃 那 吃一吃這個 我的尤加利就越來越少了 終於我就發現 欸 我的尤加利空了 跑去哪裡了呢 當然不一定都被熊老師吃掉 很有可能被他掏進他的口袋裡 就叫做掏空 那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個詞呢 就是因為 小朋友他還沒有 特別的 這個 接觸到 社會 經濟文化的時候 或者是比較以前的人 他不習慣現金的文化的時候 可能都會覺得就是 一家店 就是老闆嘛 老闆就是這家店的主人嘛 但是呢 其實在這個 我們現在叫做 資本主義 在這個 這個股票 有限 股份有限 在有股份的情況下呢 這個店長呢 他不見得是 這個 店的主人 有店的主人 是擁有 店的所有權的人 他假如是把所有權 以股份的形式來 展現的話呢 那那個擁有所有權的人 叫做股東 在以前呢 這個中國的文化其實就有這樣子的模式了 就是經營者跟股東不一樣 所以這個以前的話 他擁有股份的人叫東家 就是 老闆 只是以前大部分所謂東家就是通常連帶著他在經營 那 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個 那個 有一個名詞很有名 叫做 禁商 就是 中國 尤其在清朝的時候 禁就是那個 山西那邊的商人 禁商的文化裡面呢 他們是經營錢莊的 就是銀行 經營錢莊的 那個掌櫃 就是 那個 做決定的經營者 他不見得是 東家 掌櫃就是 我們現在 用現在的術語講 叫做專業經理人 他只是負責經營的人 他不見得是這個 所有權人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會發生這個掏空的情形 就是說 身為掌櫃的熊老師呢 他 每天在幫有熊老師 買尤加利 賣尤加利 那每賣出一片 就會幫我們的這個公司 賺到一點錢 久了之後 他就會新生一個念頭 就是說 我做得那麼辛苦 那結果 這個 我做那麼辛苦 賺的都是東家的 那 為什麼我不把這些錢 留下來當自己的人 當然因為 契約 因為法律規定不行 這家店就是東家的 你只是領薪水或者是 你可以做得好 可以分紅這樣子 那最後這個掌� 他就會趁東家不注意的時候 慢慢的把這家公司的資產 掏出來 掏到自己的口袋裡 那怎麼掏呢 當然不一定就是偷偷摸摸的A走 像熊老師這樣子很粗糙 就是 吃進自己的嘴巴裡 這樣就是很粗糙的掏空 那 所以呢 掏空的方式有很多啦 除了這個 除了直接吃掉之外 那我們很常見到的就是這個 假買賣 在比較專業的名詞上面 我們無法去界定他是不是假 所以我們會叫這個關係人交易 什麼意思 就是有關係的人 就不一定是我自己 可能我 我的這個妹妹 有熊老師的姐姐 那比如說有熊老師的姐姐是做這個保險經濟的 那 欸 保險業務員 那所以我們公司的保險呢 我就找他 找他做 那這樣到底可不可以呢 其實這個是有 有模糊空間的 這樣其實就已經有接近關係人交易的範疇了 那所以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關係人交易為什麼不行 就是 那個中國有句話講 內舉不必輕啦 外舉不必閒 外舉不必愁 就是說我自己親人做事我放心的下 我為什麼不找自己的親人做呢 為什麼 我關係人交易有什麼不行呢 那 這個道理呢 就是 我剛剛講到 因為以前的觀念沒有去區分經營者 這個叫做 就我們剛剛說這個叫做專業經理人 以前的觀念沒有去區分經理人和 和股東 這個股份的東家 股東 所以 以前的觀念就是說 這家店的老闆就是這家店的主人 店長就是主人 既然店長就是主人 那店長高興 他今天買一批貨 貴了 買貴了 那也是他自己賠 那買便宜了也是他自己賺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專業經理人 這個店是股東的話呢 透過關係人交易 他可能會故意買得貴 你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故意買得貴對不對 比如說 尤加利一片 我可以用8塊錢買進來 用10塊錢賣出去 那熊老師他就這個 他是我的經理人 他就找他的妹妹 他就跟他妹妹買 結果他每一片都買9塊 甚至他每一片都買9.5塊 於是我每賣出去一片 我還要付他薪水 所以這個到後來我就發現說 欸 我怎麼賣了這麼多的尤加利 我都沒有賺到錢 因為我賺的錢都付薪水付掉了 那但是其實一片尤加利只有8塊錢 所以呢 這中間這1.5塊呢 被他妹妹賺走 然後他事後再跟他妹妹分 這樣就是這個 假買賣 關係人交易 他不能算是假的 不一定都是假的 有的時候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有的時候不是假的 他只是買貴而已 或者是他只是圖利而已 圖利關係人 那這樣子就是一種這個掏空 那這樣子的掏空都這個 就是我剛剛講 他的模糊地帶比較多 那在這裡呢 額外的介紹一個前一陣子 很有名的這個掏空行為 就是所謂的馬多夫騙局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馬多夫他經營了一個 以投資銀行為名的基金的結構 簡單來說就是他承諾了他的股東說 你們每一年都會領到假設10% 你們每一年都會領到10% 那於是就有很多股東嘛 所以他第一年他就集資到1000萬 假設 那這樣一年過去之後他是不是要繳100萬 可是其實在這一年中間呢 他幾乎沒有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拿這1000萬來這個當自己的薪水 所以被他花著花著 他的1000萬就剩900萬了對不對 那於是到年底的時候呢 他要如願地把這1000萬繳出去嘛 拿去給人家嘛 所以他就騙他的股東說 我們的這個業績蒸蒸日上 他就做了很多這個假交易的這個帳本 跟他們說 你看我們又買又買尤加利又賣尤加利 最後業績很好 所以其實我們賺錢 好那就依照之前的約定 我每個人 就是我你講我收1000萬嘛 所以我給10% 所以他就付出了100萬 那其實這個100萬呢 他根本沒有賺 所以他就是從這個900萬 1000萬被他花掉剩900萬 裡面再抽一層出來還給去 所以那些人自己覺得自己賺到錢了對不對 欸我拿這個1000萬給他 就這麼放個一年 什麼事都不用做 他就會給我其中的1% 那再一年又1%啊 這樣10年過去之後 欸我就還本了 而且我的1000萬還在對不對 理論上是這樣子吧 那所以我等於是賺了一倍 因為殊不知呢 他只是在吃掉自己原本存的錢而已 那這個就是馬多夫的騙局 那這個騙局呢 按照這樣子的模式 他也許經營了這個 也不用到10年啦 因為他自己就會花嘛 所以如果說他每一年都花100萬 又要繳100萬出來 那5年就會爆掉對不對 事實上呢 他活得很久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10%的這個投資報酬率蠻高的 所以他成功的 他第一年真的把100萬拿出來之後 這個投資人就覺得說 欸這樣子他很厲害欸 他很會賺錢欸 哇你看這個我1000萬給他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就有100萬可以拿了 那如果給他1億 那我豈不是可以拿1000萬嗎 他就這個賈賀道修博 跟所有的朋友們講 欸這個馬多夫很厲害喔 他都承諾會給10% 真的會給喔 他就哈哈哈哈 於是他第二年呢 他第二年就收到1億 他第二年收到1億呢 那他就要給1000萬出來對不對 他要給1000萬 那麼他一年自己A掉的 這100萬就不算什麼了 於是他一年就改A200萬 之類的 所以呢他因為他的這個 10%真的有給出來 所以他後來收的錢就越收越多 這就延續了他這個騙局的生命 那他後來騙了好幾年 到最後爆發的時候大家才知道說 什麼時候會爆發呢 就是他發完最後幾乎發完最後一筆錢 什麼都沒有要剩下來的時候 大家才知道說 哇 我們原本以為 我給你1億 你給我1000萬 1000萬 1000萬 最後那個1億還會在那裡 然後你再一次還給我 結果沒有 最後那個1億就是前面那些東西 所以就是賠錢賠很窮 那這個也是一種掏空 這當然這個就是很明顯 他掏到自己的 掏到自己的那個口袋裡面 那所以我剛剛提到 以前掏空這種觀念呢 他要建立在一個這個股份有限 或者是有股份的這種狀態的這個思想上面 就是你要先清楚公司的老闆 並不一定是經營者 所以才會有掏空的這種情形發生 那包括這個學校 校長並不是學校的擁有人 所以有的時候會聽聞這個校長或校董 他去掏空這個學校的資產 那這個就是掏空 來看看這個 剛剛的四題 5-5分之8-5 所以上下同乘5-5 那下面就會變成這個的平方-這個的平方 由這個減的部分來判斷 所以是25 這個是25嘛 這個是5 25-5是20 那8-5乘上這個5加-5 所以8-5乘以5是40-5 8-5乘以5是40 所以是 這個2-5加-2 對嗎 再來看這個 6-2 3-6 所以下面會變成 6-2乘6加-2 4 注意喔 不是6-2 是 這個的平方 更號6的平方是6 但是2的平方是4 所以是6-4是2 那上面是3-6 然後6-6加-2 所以是2分之6-3-18加-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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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減這個 更號6乘更號2 那更號6自己就有一個更號2 所以拿他跟他乘出來是一個2 剩下2更號3 就把2約掉而已 9加3 更號2 減更號3 減3更號6 這邊 那剛剛這個更號6乘更號2 你可以把它乘起來 更號12再把2抽出來 是2更號3 我們只是示範一下 你可以把更號2先跟更號2乘 乘出一個2再乘更號3 這樣 大家看這一題 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你不需要兩個都做標準化 你只需要把 他們通分的過程 你在做通分的時候就會同時標準化他們 所以呢 我已經寫好了 底下就是更號2加更號3 乘更號2減更號3 就通分嘛 所以他乘他 然後他乘他 那要記得是減的 於是呢 底下這裡就會留下這個2 更號的平方是2 更號3的平方是3 所以是2減3是-1 然後上面呢 更號15乘更號2 這更號30是抽不出來的 然後更號15減更號3 那更號是15可以抽出9 或者我剛剛說 你這裡有一個更號3 更號15自己本身是3 更號3乘更號5 所以是更號3乘更號3 所以他減2更號3 又減3更號2 所以最後答案是有負的 所以是2更號3加3更號2加3更號5 減更號30 不知道有沒有對呢 那麼這是這一集的作業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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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